來個說聲點 說聲 說聲 遠景進門搜索大聲呵斥 迅速將人壓制在地 而這名男子就是館長槍擊案 槍手劉承昊的大哥石俊吉 你買理線模式OK嗎 那我們正在登錄了 警方搜索飽和會維氏酒店 小姐排排坐低著頭不發異語 原來裡頭藏有大批假酒 全被警方查扣 被大動作的搜索 就是因為館長槍擊案 槍手劉承昊的手機通話記錄 和竹聯邦寶和會扯上關係 槍手劉承昊是相當的小心 他沒有用FB還有Live 反而是用手機內建的Fastime 跟小決聯器 今年8月底館長在自家健身房外 遭槍手劉承昊伏擊 身中三槍重傷住院 事後警方組成專案小組 掌握槍手直屬幫派寶和會 設有重嫌 繽紛十八路大搜索 7號下午槍手的大哥施俊吉 在內湖招待 8號凌晨 會長林修博在光復南路也被抓 早上副會長梁智盛 也在大安區落網 館長案發現這個槍手是幫派分子 到案的成員是否涉及這個案件 那目前人由警察官來指揮 我們專案小組來深入查證當中 會長林修博面無表情 幫派十人被送往地檢署 但是否跟館長槍擊有關 警方還要追查 釐清槍手通訊紀錄內的小君 幕後是否還有人操控 記者你是剛阿貴 有麥林玉君新北採訪報導